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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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丁超 歡迎收看超級大人家 當然這個指數已經慢慢在變動 慢慢在變動 我給各位看一下 今天是開高平 開高震盪最後走高 又回到了原來的律動 就是最後都是走高 跟昨天當然不一樣 我講過昨天就是 RSCI調整 生效 調整是在 月初 就是2581 這四個月 那生效都是在月底 所以生效日 那時候的股票 他那時候就是 我講過就是 法人之間他約定的價格 就是外資 以外資為主 他約定價格 撮合成交 所以因此他會有一個 拉尾盤或是 掉尾盤的情況 我不是講過嗎 那我也講過 那個時候的收盤價 通常跟隔天 幾乎是沒有相關 不要說完全不相關 但是幾乎沒有相關 我們觀察這麼久 我們知道 所以今天 他把 他 他這個地方 當然這個地方 是後面拉起來的 但是 他跳空往上開 他就是在調整 調整昨天 例如像這檔股票 那這檔股票今天為什麼 只有開307.5 就是因為 有賣壓 不然正常來講 這一檔股票要開309 也就是說 其實他如果說沒有正相關 像昨天 昨天最高是310.5 那後來從309 調到307 最後一盤 我講是最後一盤 不是最高 所以他正常開盤 應該是開309 他不是開307.5 那開307.5 就是表示是跌了 表示外資是看保守的 不然不會開307.6 應該要開309 直接開兩塊錢上去 因為最後一盤打兩塊 我這樣解釋你要聽得懂 那不管 反正最後就是311 那311又回到平鎖了 對不對 就是現在目前這個 這根成交量最後是 加了八萬多張進去 最後一盤 那如果扣掉八萬多張來講 大概是這樣 大概也就是一兩萬 就是這一兩萬張 也沒什麼特別 就是你只要假設這邊 把他扣掉以後 大概也是在這裡 所以他是不是一直在尋找 台積電在尋找 到底要突破還是跌破 對不對 那這兩天跌 那今天漲 那他還沒有 還沒有產生決定性的變動 他利手上升的一個月線 對不對 那他沒有產生決定性變動 這邊也還沒有過 這邊也沒有過 對不對 就是我講過 我當初講過 就是過了這個地方 過了這個地方要放量 才能夠產生順風口 對不對 所以這為什麼要講台積電 因為這兩股票是 決定指數的 那很多人會講說 到底我要做多還做空 其實我這樣講好了 如果我是不是投過老師 我不會做股票 我不做 我也不做多也不做空 大概就是這樣 大概就懶得做 不然的話我就是做當衝 當衝就是今天把事情把它處理掉 因為這個 讓我們覺得非常的不安全 為什麼 因為我常講 你這個地方 你這個地方過來 從這裡過來 11月8號過來以後 這高點 這個也沒過 對不對 也不敢放量 而且要放量要1600億 我講過 不是這個量 這個是不準的 至少你要到達這個1600億 那你當初也不敢過 對不對 1200億而已 那可是這邊又不敢破 這邊跌下來以後 1496億 可是這裡又不敢跌破 它又沒辦法跌破 這裡也沒辦法跌破 所以基本上這個行情是變成這樣 從11月6號以來 這裡到這裡再到這裡 它等於是高點沒有過高點 低點沒有破低點 所以它就是一個區間 你如果要跟它講說 是三角收斂 延長過來三角形的 或者是一個區間都可以 是不是 這個三角收斂上去都可以 所以它就產生 這個就產生一個什麼 一個多空對決之後 要產生一個 找出一個方向出來 就好像是拔河一樣 拔河 這邊扯過來 這邊扯過來 又被它扯過去 又沒有贏 對不對 因為拔河總要拉過線 才會算贏 它也沒有贏 力量又不夠大 又被掉下來 掉下來以後 又沒有往下跌 然後又往上去 然後今天反彈 這個成交量也顯然 不是很大 對不對 所以這個盤到底是多頭還空頭 我們以趨勢來講的話 它當然是多頭 對不對 月線往上走 基線往上走 我們以趨勢來講是多頭 但是形態上來講的話 它就是整一半 那我所擔心的是什麼 我擔心的是說 為什麼 我常常在聯繫的時候講過 為什麼我們台北股市現在 目前每天報紙 我們看到的全部都是利多 沒有利空 個別股都是利多 而且講話都很嗆 我們舉一個例子就好了 這記者都是讀書人 所以他們寫的文字 都會很容易引起人家的 慷慨激昂 你知道我意思嗎 他們下了標 比如說我這個講聯發科 聯發科這兩公司是太優秀的公司 它推出了 它明年第一季就有5G的第一顆晶片 那這兩三天聯發科都要再講這顆晶片 這顆晶片叫做MT6685晶片 它是八核心的 八核心的 是台積電幫它代工的 八核心的 非常強大的一顆晶片 因為它聯發科幾乎是 之前被高通拉了兩三年 它之前都做中低階的 可是它這個5G的一個研究 聯發科是一直在加進腳步 所以它幾乎跟高通已經快拉近了 你看看喔 現在全世界已經開始有5G的國家 加上5G的這些基地台 已經慢慢的陸陸續續 從陸陸續推出來了 那陸陸續續推出來以後 當然需要用到的就是 未來的5G的晶片 那台灣當然比較慢 台灣因為大概明年中以後才會有5G 台灣比較慢 因為我們都是觀望比較多 那你想想看 聯發科這麼大的一個利多 對不對 那正常來講 今天應該是要表現不錯 要大漲才對 要像這樣子大漲 但是它為什麼就是不要 就是有可能說 利多已經在這邊已經反應過了 然後這邊變成整理 那你注意看喔 最近很多人當然 當然你看解盤一定是 做多老師 或者是看大多的 看1萬2看1萬5的 當然是講那個最標的嘛 一定是講這個嘛 講這個最標的這個 或者是台積電的相關的供應鏈 這種設備股嘛 看過也一定要講這些嘛 或是今天又跑出來這一檔嘛 星雲嘛 這個是半導體的設備股 一定是講這個嘛 或是前一陣子講這個嘛 信鴻科嘛 看過也講這些嘛 不然就講這些嘛 6196凡鞋嘛 一定講這些嘛 不然這支嘛 這邊拉嘛 一定是講這個最強的 或者是這個最強的 會不會有人講這個 不會啊 絕對不會 怎麼可能會講這些人 講這些的人笑啊 我是說 我現在跟你講的意思就是說 同學們你看到指數 你看到指數 從這邊到這邊 也算是 也算這個區間的上沿 看起來很樂觀 對不對 可是這裡到這裡 這個收盤價跟這裡來講 它也沒有 它放了一圈它也是在這邊而已 有沒有 所以等於是說 從11月6號到這個地方 三四個禮拜 如果用禮拜來講 我們看一下這裡 高點 用一個禮拜一個禮拜來看 這個是第四個禮拜 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幾乎是引力踏步 那請問一下 我的看法有爭議嗎 很多人每天都要拼鬥嘛 那該拼的時候 我們都拼過了 在這邊的時候 在這邊的時候 我說揮金北上 在這邊的時候 我說台積電決定大盤方向 這裡的話 如果是放空 或是這裡要放空 才被你笑 因為那時候是一個低點區 沒漲 可是這裡漲起來 你說 我們 我如果跟你講說 這邊是高點 從此以後不會漲了 那我也要被你笑 因為鷹派就最高的 沒有在怕漲的 可是為什麼 我今天提出這種看法 認為說 好 為什麼我不認為說 你要一直往上來做多呢 主要一個大的原因就是 因為它的正觀禮過大 指標過熱 而且天天都在放逆多嘛 幾乎是天天 沒有看到利空消息 這是我最害怕的 真的是我最害怕的 我怎麼可能不敢做多股票 我最喜歡追高的 我跟你講過 我就跟你講 我是鷹派 我就是專門在追高的 而且我專門在殺地的 我是扛股票的 放空落石股的 就像剛才那個智邦 我今天在Light S裡面 講過好幾次 我說這種股票 如果說大盤 我在Light S裡面講過 我說這個智邦 從195塊掉下來 我說如果大盤 稍微有個不勝 那智邦就會跳空往下踹 對不對 我昨天不是又談到智邦嗎 你看智邦最檔股票 跟另外一檔股票叫6669的 為盈對不對 這兩檔股票 不是這一次被納入MSCI的 台灣的指數嗎 對不對 台灣指數就是最大的指數 就是成分股 它還有一個 我們的一個中小股都有 那小型股指數另外白 這個是全值股 總共這一次是 那我們現在台灣被選出來 是88檔股票 當然第一檔一定是台積電 那之前沒有智邦啊 也沒有那個圍影 就是6669那檔股票 這兩檔以前都沒有 那後來就是被納入了 納入了以後一定有剔除出去 好那智邦 不是昨天生下嗎 那很多人就是 因為在月初的時候 這個月的月初 他公布出來智邦納入 所以很多人就誤解說 納入以後智邦會漲 這種觀念是完全非常糟糕 而且是不懂事的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智邦 納入不是智邦會漲 是因為智邦 古時候以前已經漲了 才被納入 因為智邦就是從 今年年初百元以下 他漲到195塊 他的市值膨脹增加了 所以他才會被挑到 如果他今天市值沒有增加 他一定不會被挑 因為這個是要成分股 要全市股 要大股票 那他被挑上來 表示智邦之前一段時間以來 他漲到已經過格了 所以MHC才把他挑出來 我一眼也是這樣 挑出來之後會不會再漲 不一定 我沒有說他一定會跌 但是不一定 為什麼 因為他之前漲過了 就是因為他要漲才會被挑 如果他是跌了不會被挑出來 你注意看 那被納入了絕對是漲的股票 那可是為什麼智邦當初會從100塊 漲到195塊 就是外資買的 他們都先買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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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挑出來說這個不錯 介紹給你來買 給你來投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智邦如果外資沒有買 他會從100到195 不會啊 那個圍影也是一樣 那就是因為他把它買上了到195以後 他就跟你講說 我們把智邦 因為他很優秀 我們把它納入MHCi的台灣成分股 所以請你來買 他就剛好賣給你啊 我們休息一下等一下 回到幾分鐘 謝謝 9668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好的歡迎回到節目下 所以我今天講是比較平和 我是要告訴各位就是 急什麼 很多人說老師 可是我如果一直都沒有買 他一直飆出去怎麼辦 你買了以後一直跌下去怎麼辦 你怎麼都沒有想過呢 我這跟你講過嘛 我現在跟你講說 你一直要拿這檔股票來講嘛 那當然就是沒有買會怎麼辦嘛 你一定會覺得說 我沒有買材料 你一直標股 或者是今天你沒有買這檔 你會覺得說 好對不對 你每次你都是看到那個漲的 跌了你都不看啊 當然 你說今天好 今天漲了10檔 跌了11檔 你怎麼不看那些跌的 難道股票 總共股票1723檔 今天漲了500多 400多 400多 這個跌了也不少 希望你手上你的股票不要跌 但是也很難 你兩檔就會跌一檔了 今天漲了70點 台積電漲了30幾點 就好像昨天 昨天台積電被打下來一樣 你知道我意思嗎 他就漲了30幾點 難道指數不是他在處理的嗎 那他要怎麼去處理這個指數 就要他表現給我看嗎 他要嘛就過去給我看嘛 要嘛就跌破給我看 我才能夠確定他的順風口 所以我做事情只是比較小心 我今天鷹派 我可以做多可以做空的 我不會管哪一邊的 我只要是對的方向我才要做 沒把握我不做 有何不對 為什麼每天要做多 你做這支你說做多會跌啊 我告訴你嘛 你講講你平衡就好嘛 你怎麼 11月找到這裡嘛 這裡嘛 現在在這裡嘛 大盤原地大部啊 對不對 你11月找到這裡 你今天有跌嗎 你就比較就好了 你說我很緊張啦 我沒有做真的有很緊張的 減賺很多啦 你現在在說的是這支嘛 你講這一檔嘛 可是我跟你講的是這一檔啊 或者是這一檔啊 很多啦 我不要一個一個點名啦 你知道嗎 這個有反彈沒有錯啦 有反彈沒有錯啦 那問題是有意義嗎 我們看來是整個面 1723檔股票 不是就只要看那一檔啊 你要看一檔我就跟你講 我要解盤 我今天如果要 要跟別人一樣 那麼輕鬆解盤 我就買這支來 給你表演就好了 我就說 新雲啊 剛才多少錢啊 基本面部署看一看 我就聽到給你 在這邊講了嘛 對不對 我講這個嘛 康友嘛 對不對 今天除錢洗嘛 就去買就好了 就說今天 喔 蓋很多嘛 名字 不是說買的問題嘛 對不對 你說好了 說這群創今天漲 你知道群創跟友達今天為什麼漲嗎 你說利多 沒有不用利多啦 就看是有人拿錢過來的嘛 慢慢的 你看這邊 昨天一慢慢有人拿錢過來 對不對 那為什麼他們能夠這麼強 量這麼大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現在不是對友達群創有意見 我的意思就是說人家為什麼要去做友達群創 你知不知道 因為他們的想法 就是認為說這裡不安全啊 至少有人這樣認為吧 所以他買這種基期很低的嘛 這比較低的嘛 他不會去對這個很高的嘛 他不會去對說 那已經去很多很多的股票 他不要去買那個高基期 漲很多都沒有修正的股票嘛 那是某一些人的態度啊 不表示說大家的態度 所以今天友達群創能夠漲起來 你也不用覺得奇怪啦 沒什麼好奇怪的啦 好那你說奇力心這兩股票 我今天早上連心來再講 你說奇力心整理這麼久 突破了順風口95塊 這個都是當沖的嘛 或者是都是短線的嘛 這種是基期比較低吧 你可以承認嘛 你看這個今天這一檔也漲 這個也漲 這個是基期比較低的 相對喔 相對基期比較低吧 相對嘛 當然相對它實在當然是低啊 這在這裡你不拜託的 這在這裡呢 你像這種股票 蓋這麼多了 這樣跌下來 跌到季線 當然會走一個反彈坡 你不拜託的 你自己看看嘛 友達在這裡嘛 友達也是 你也要稍微看起床嘛 所以不要抗議 抗議友達漲嘛 人家都不會起床了 為什麼 為什麼有這種形態的轉換 因為大盤 大盤在這裡啊 大盤不是在這裡 或是這裡 你給你看看 老師以後這都過新高耶 我算不知道 我難道不知道 就是因為美國過高點 美國在漲 才會帶動台北股市 今天能夠反彈 可是投資朋友 你有沒有看過啊 這個也叫股票耶 你不要把這個 這個忘記了耶 這個也叫股票耶 這個有漲 這個有漲 所以這個不重要 這個國家不重要 這個有重要 這個有重要嗎 這個有漲嗎 請問一下有嗎 這11月8號在這裡 11月6號在這裡 現在在這裡 這在這裡 你看 我們在這裡 我們高高在上 這邊之前在調整嘛 對不對 這是跟國際股市走勢一樣 那後來最近為什麼漲起來了 因為大盤在保護 大盤沒有跌在保護它嘛 它掉下來以後 它走一個反彈坡 這答案就很簡單 就好像今天的友達群創能夠漲 或者是被動元件能夠漲 我們都稱為是短線的補漲 可是不表示大盤一定會怎麼樣 我已經講過了 我在那裡面有講過了 我說這個大盤 我講得很清楚 我說我現在不要那麼積極 是因為我今天不是跟其他老師一樣 為了收會員而騙你入會 對不對 我今天只要講這個強勢股 你就會覺得很激動 好像股票都在飆 對不對 你就會覺得很激動嘛 激動在飆嘛 可是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的東西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 我可以跟你講 昨天是轉換5萬多張對不對 我已經講過了 低點是166 今天竟然跌破了 而且來測試這個低點 我可以跟你講得很清楚 像這種技術面叫空方排列 那只要說 只要是國際股市 稍微一個不小心 這個會用跳空灌破的 這邊是160 會直接灌破 他不會跟你客氣的 他說老師到底誰賣 一定是投信跟外資賣 如果到時候掉下去 一定是投信跟外資賣 這是他們的操作規則 你知道為什麼 投資講 如果你握有這種股票 你握這種股票 你看大盤說 哇很好 可是你握這種股票 你心理上不會有一些疙瘩嗎 那如果大盤不好怎麼辦 那他不是就完了嗎 大盤不錯 你是看這一檔 可是你忘了這一檔 其實像這種股票比比皆是 你說我保守 我不是笨蛋 我是硬派 我最敢追高的 像早上我連線的時候就講這檔檔 我就敢追 你看廢官台連線我就講這個 早上我九點半連線是衝出來的 還有這檔股票 就是2456 我們今天也都當衝這檔股票 差一點衝到漲停板 我都敢追了 就直接追上去的 你敢不敢追高 很多人說不要追高 我是主張最高的 我這樣講好了 很多人的硬派的觀念是這樣 如果這檔股票直接跳空 就直接空下去了 不用客氣了 就直接如果跳空往下 我是假設 我沒有說我也沒有空這檔股票 我只是說像這種股票 已經是形成一個 一個非常危險的狀態了 我沒有跟你說而已 趨勢是價格最重要的依據 股票是真的輸贏的 不是每天在那邊基本面很好 說的不好 技術分析最大的用處在情緒管理 控制好情緒 智邦是全台灣最優秀的網路公司 它還是要跌 還是要走這條路 所以股票價格如果要跌 基本面是不如一碗泡麵 相信我 絕對要相信我 不要一直傾信基本面 因為你所知道基本面 都是古時候的 不是未來 瞭解嗎 這個盤勢 還是一個趨勤整理 突破或是跌破 才會產生的順風口 而且要具備 成交量出來以後 才會形成 明天見 拜拜 本服務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